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香港的最新政策演说 李家超以税收优惠和新计划来增强全球资本的吸引力 力求将香港打造成为跨境财富管理的中心 此外 我们也将讨论北韩在乌克兰战争中寻找军事实践机会的背后一图 以及地平线机器人在香港IPO市场上的动作 这些都可能对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家超的政策演说如同春风拂面带来了希望与机遇 他提出的税收优惠和增强人才投资计划 无疑将吸引更多全球资本流入香港 提升其金融中心地位 与此同时 北韩在乌克兰的涉入 则是他们渴望测试新武器的军事机会 这对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形成挑战 而在香港市场 地平线机器人的IPO计划 也展现出投资者情绪的回难 或许预示着市场的新一轮繁荣 这些事件不仅是当前局势的缩影 也可能成为未来市场波动的重要指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网报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聚焦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最近发表的政策演说 这是他第三次在这一重要场合发言 李家超的演说为香港未来的发展描绘了一幅充满活力的图景 他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全球资本的措施 试图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在演说中 李家超特别提到了一项新的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针对家庭办公室 此举旨在吸引更多的全球资本进入香港 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香港打造成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根据他的说法目前已经有2700个家庭办公室在香港注册 他期待在2028年前这一数字能大幅增加 此外李家超还提出了一项新的资本投资入境者计划 该计划允许成功申请者在香港投资至少5000万港元 约640万美元的住宅物业 其中最多可计入1000万港元的住宅物业投资 此举无疑为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也给香港经济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李家超的政策演说不仅限于吸引资本 他还计划加强与一带一路地区的主权财富基金合作 特别是中东的大型基金 这一举措旨在促进资本流入并增强香港与全球市场的联系 汇丰银行的首席执行官林慧宏对此表示赞同 他认为这些措施将深化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市场互通 并丰富人民币业务 在黄金交易方面 李家超计划建立一个国际黄金交易中心 中国黄金营业交易所的会长张德辉对此表示支持 认为这一决定是据前瞻性的 并指出香港在黄金交易上拥有悠久的历史 新的交易中心有望恢复香港在这一领域的昔日荣光 并扮演内地市场和中东市场之间的重要纽带 此外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香港机场管理局已经确定了一处新地点 以建造黄金储存设施 进一步提升香港的黄金交易能力 然而Goldmax Associates的高级移民顾问傅耀伟 对此持谨慎态度 他认为尽管允许投资住宅物业 会增加SEAS的吸引力 但不太可能引发投资热潮 他指出 投资5000万港元的住宅物业 对很多投资者而言只是额外的投资选择 在更广泛的经济背景下 香港市场正受到北京刺激政策的影响 吸引了包括地平线机器人在内的 多家公司计划进行IPO 地平线机器人计划 在香港市场筹集高达54亿港元 约合6.96亿美元 进一步显示出投资者情绪的改善 香港股市在过去一个月内上涨了20% 虽然市场表现不禁稳定 但总体趋势向好 这种经济环境为香港IPO市场带来了新机遇 也显示出政策的有效性 然而我们不得不考虑 这是否足以驱动长期市场增长 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复苏 法律和金融专家普遍认为 尽管形势向好 但市场依然存在波动 投资者和公司需谨慎应对风险 总的来说 李家超的政策演说为香港的未来注入了新的动能 展示了政府对未来发展的信心 同时 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和全球资本流动的趋势 也将对香港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些政策的实施效果 以及它们对香港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 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 希望这些分析对您更加深入了解香港的经济政策和市场动向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香港的税收优惠政策和计划 无疑是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 历史上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直受到世界认可 而李家超的政策演说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位 这些措施不仅能吸引高净值个体 也有助于促进香港的多元化经济发展 你看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代的一带一路 这个城市一直扮演着连接东西方的枢纽角色 这种税收优惠只是延续了这一传统的成功策略 哎呀 楚天书 我可不这么乐观 这些税收优惠和计划有可能只会让富人更富 并进一步加剧香港的贫富差距 试想 这些优惠是否真正能够汇集普通市民 还是只会让那些已经拥有大量资产的人进一步膨胀他们的财富 这不禁让我想起罗宾汉的故事 难道我们不是应该从富人那里得到更多来帮助普通人吗 而不是反过来呢 琪琪 你这样想可有些悲观了 这些政策其实是要把香港打造成全球投资的热土 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 当有更多的资本流入时 就会刺激各行各业的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不也是在汇集普通市民吗 就像古代的丝绸之路一样 商贸繁荣总是可以让周边的经济获得提升广泛的财富效应 才能真正让大家受贿 好吧 楚天书 我明白你的观点 但就像在金融泡沫时期 我们需要警惕可能出现的泡沫破裂 吸引全球资本的另一面是 当这些资金一旦撤走 香港是否有足够的内生力来支撑经济 我担心这些政策可能会让香港依赖外部资金而失去自我发展的动力 就好比古代的特洛伊木马 表面上是好事 但背后可能隐藏着潜在危机 齐齐 你说的风险确实需要考量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果足不前 香港要在国际舞台上竞争 就必须利用这些全球资本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这就像航海时代船只需要风来前进 不能因为风暴的可能性而不扬帆启航 我们要持续优化政策 确保这些资本带来的是可持续的发展机会 而不是短暂的泡沫 而这一切香港完全有能力做到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齐齐的辩论 充分展现了当前香港税收优惠政策的 两个截然不同的视角 楚天书主张这些政策是提升香港国际金融地位的良方 认为吸引外资可促进经济多元化 从而汇集普通市民 然而谢齐齐则对此持怀疑态度 指出这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并呼吁更应关注普通市民的福祉 楚天书得利润具备一定的逻辑性 强调了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历史传承 以及吸引投资的必要性 他提出的财富效应概念 意在表明资本流入可以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 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中需多成功案例 然而他的观点也稍显理想化 为充分考虑到富裕阶层的利益 如何可能与一般市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此时 谢齐齐则以更为现实的视角进行反驳 指出这些政策的受益者 多数是已经富裕的投资者 并无法真正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 在辩论的过程中 谢齐齐提到的金融泡沫 与特洛伊木马的比喻十分形象 这样的警示更容易引起共鸣 提醒人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 必须警惕可能隐藏的风险 他的观点反映了当前社会对于经济政策 可持续性的担忧 无疑是对楚天书论点的有利挑战 然而 楚天书也强调了香港必须与时俱进 利用外部资本提升竞争力的必要性 这一点不容忽视 尤其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香港的却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否则将面临时场竞争的劣势 总体而言 两位变手均提出了有利的观点 楚天书的乐观视角 与一些奇奇的批判性思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香港的税收政策 确实需要更全面的考量 既要吸引资本 又要关注民生 平衡这两者的利益 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之道 希望未来的政策制定者 能够从这场辩论中汲取灵感 实现更为公平 与可持续的发展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平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